冬季是诺罗病毒及轮状病毒主要流行季节 依据疾管署资料显示 台北市近两年通报腹泻群聚案件 有高达76%发生在11月到隔年3月间 其中有81%为诺罗病毒引起 任何年龄层都可能感染诺罗病毒 而轮状病毒则是引起5岁以下幼童腹泻最常见的原因 今天要谈到两个主题 一个是诺罗病毒 一个是轮状病毒 诺罗病毒通常发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 大部分都是大人传给小孩子比较多一点点 那么他大概都是发作的时间 就是以吐为主大概一天到三天左右 他就结束了 轮状病毒就不一样 第一天第二天先吐 然后接着就拉肚子 那么可能拉个七八天左右 慢慢慢慢地改善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说很大的死亡率的问题 可是一旦拉肚子的时候 他就发生他没办法上班 没办法上课 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照顾他要住院 等等一大堆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对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力 偷有做补助的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很多小朋友就非常的棒 所以轮状病毒跟NORO病毒 我们再怎么样子呢 最重要虽然他传染力很高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去做预防 所以当他口语疫苗可以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万一如果呕吐的时候 或者是常使怎么用 我们通常就是用1000ppm的这个 漂白水去做这个处理的模式 如果有真正的呕吐出来的时候 那么就要到5000ppm 这个就是一般的处理 马届儿童医院李鸿昌医师特别提醒 照顾腹泻孩童 避免常见的错误观念 应注意腹泻时更要及时补充水分 及预防电解质失衡 以免脱水 另外运动饮料含糖量高 应以口服电解质水溶液为主 并适时就医治疗 那当然一旦得到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水分跟电解质补充 那么大比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尽量喝所用或药用的 或医用的电解质饮料 尽可能不要去喝 所谓的一般的外面卖的运动饮料 因为运动饮料它里面主要是这盘 但是我们医用的 运动饮料的那个 所谓电解质饮料 主要是Broadac这两个不一样 那么用电解质来讲的话 医用的通常电解质含量 只要高一点点 通常是35-50ppmEQ 但是市售的运动饮料里面 最高的是生活运动饮料 也不过是28.8mEQ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一旦有问题 尽量是用医用的 这个电解质饮料这样来做处理 卫生局呼吁 病毒性肠胃炎传染力强 容易在各年龄层中传播 一旦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疑似症状 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同时注意环境清洁 症状解除48小时后 再返回上班或上课 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或朋友 记者李奇慧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轻得更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